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先请教老师 到底太极是什么样的意思 太极其实是中国一个哲学思想 就是阴跟阳 那中国人认为阴跟阳是我们人宇宙 人跟宇宙一个真理的存在 所以他透过这个东西 希望可以说达到人的身体跟天也一样 是这样子运行 然后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概念 好 那李老师你自己的太极拳 你很特别强调 乐活 这样子的概念 它是一种比较新式的想法吗 对 我们是希望 有一个东西叫做 着骨创新 就是说我们希望老祖宗的好东西 可以随着时代的意义 给它更多的生命力 然后呢 让现代人更容易去学习跟了解它 是 而且老师前一阵子还从瑞士回来 他到瑞士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去教那边的外国朋友来教太极拳 所以在全世界各地 其实当然这几年真的是 很着迷于这种 中国的不然武术 太极文化 饮食等等 对 那你接触了这些国外的朋友 他们对太极 怎么会这样子的着迷呢 就是像我刚刚讲 第一个他们对中国文化非常喜爱 那他认为中国文化呢 在一个运动的呈现上 是用太极拳做代表 那就刚刚苏文宁提到的 太极拳就好像中国人对天跟地 是天是阳 地是阴 那太极拳呢 他呈现了一个天地阴阳 对应在人体是气血 那他透过这个太极拳的套路 去呈现出来身体气血阴阳平衡 他认为学了太极拳 可以调节我们身跟心的平衡 又可以达到健康 又可以去体会中国文化 那他们在练的过程中 又充分的感觉到身体变健康了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喜欢跟着迷 好 那接下来就请李老师来告诉我们 太极养生有哪一些公理 好不好 好 那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很多运动都可以增加循环 增加循环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他可以把养分给我们的细胞 每个组织 可以把代谢物带出身体外 但是呢 如果是剧烈运动 它会造成我们心脏负担太大 因为它要促进我们身体循环 但是呢 太极拳它虽然柔和 慢 但是它可以达到一样的 把养分给每个细胞 可以把代谢物带开身体 但是它不会去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 所以非常适合一些 可能开弯刀 或者一些你可能体能上面有点衰退了 可能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 那你来练习 这样就会非常好 它不会增加我们心脏负担 所以应该没有听过练太极拳促使的 因为它很缓和 对 因为它一缓和 我们的腹胶感神经就会强化 肌肉神经就会放松 对 好 那第二点就可以强化平衡 还有肌耐力 对 很多人觉得打太极拳 这样柔柔慢慢的 好像没有什么运动量 事实上太极拳 第一个它在讲虚实的转换 譬如说经济独立 它可以下肆 这些东西它就可以训练我们的平衡 它在这一步移到另外一步的时候 它重心的转换要稳定 它对平衡感的训练有强化 因为我们人在老化的时候 平衡感很快的衰退 所以你看年纪大只要占经济独立 会占不完 对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训练 可以防止老人家跌倒 那我们强化我们的小脑 对 然后重点是 肌耐力 刚刚讲的下 上 这种肌肉的训练上下起伏 还有保持一定的水平的训练 它对于肌耐力的训练是非常强化的 对 尤其是很多女孩子 肌耐力都很不足 对 那练习肌耐力 肌耐力强大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我们 肌耐力对我们强大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来讲我们的身体骨骼 是靠肌肉上绑紧的 那你肌肉一松 它骨壳就容易垮掉 第二个呢 我们在肌耐力够的时候 你在搬东西什么时候 就不会容易喘 你有力气去做 而且不会一下子搬个东西 手扭伤了 肩膀拉伤了 对所以它肌肉强度就被训练出来了 也让保护自己了 比较不容易这么轻易的受伤 对 好那太极养生功里的第三点就是 运用腹式呼吸增加氧的含量 也可以按摩内脏 对 因为我们太极犬透过腹式呼吸 我们常常讲七层丹田 吸气鼓起来 呼气放松 那这样子的呼吸呢 隔膜是下降的 隔膜一下降了 就会按摩到我们干我们的胃 这样一紧一松呢 那我们脏腑就像海绵一样 一压 脏的血不好的东西就挤出来 一打开好的血液能量养分就灌进去 就是做一个内脏的按摩 那这样子一个按摩呢 可以让我们的肠胃蠕动变好 那像我们很多肠胃蠕动 要增加肠胃蠕动一个方法 就是要运动 所以有句话就是说 你不运动 肠子就不蠕动 那你光吃一些刺激性的 去刺激肠子蠕动 排出素变会变成一个抗药性 或是麻痹掉了 不如我们太极犬的深呼吸好 而且我们这样深呼吸 可以让空气充分达到肺泡 所以变成吸进来 它达到肺泡呼出去 这样子呢 一个呼吸会比我们短浅的呼吸呢 增加的氧气量会更多 是 对 那老师我们一般 比较了解的呼吸就是 这种 这种是属于胸式比较浅的 对不对 对 因为它这样子吸气上台 等于说我们是隔膜吸气外开 这样子一般我们来讲 它会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空间 但是我们用隔膜呼吸 下拉呢 它可以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空间 增加这么多 对 所以同样这样一个呼吸下来 一个空气量进来 它是氧量 含氧量就让你容易增加的多了 那请老师来教我们 腹式呼吸要怎么个呼吸法 好 腹式呼吸呢 我们先站起来一下 等于说我们先要练习 就是说吸气的时候 丹田是慢慢鼓起来 呼气慢慢地松 那很多人可能 他没办法去运用这一块 可以身体稍稍前寝 前寝大概三十度 然后再来吸气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所以吸气的时候 肚子是要往外扩张的 对 往外鼓起来 呼气放松 对 只要稍微前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肚子容易放松 它就容易吸气鼓起 呼气放松 等到我们抓到这个感觉的时候 在身体打症 屈膝微蹲 舌底善恶的时候 再慢慢地吸 想象呢 吸气的时候 是气吸到丹田 隔膜下压 呼气放松 好 慢慢地吸 好 慢慢地呼 对 崔老师我们在练习 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 如果还是比较没有办法 抓到这个翘领的话 就像你刚才讲的 往前倾斜 对 往前倾斜 去感受到那个吸气的时候 肚子鼓起来的感觉 对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腹式呼吸法 对 那么在整个我们了解 太极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一些的注意事项 例如说年龄有没有限制 如果它现在身体移动不太顺利的话 它也可以练吗 其实都可以练 但是我就讲的 先量力而为 然后虽然太极拳动作是缓和的 如果能够在练前再去做一点热身是最好 对 不要一开始就是说 太极拳有些动作有些难度蛮高的 比如说下肆左右分腿这种动作比较高 我们可以做热身后再去打太极拳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运动伤害 然后如果你没办法弯腰或潜伏 肌耐力不够 你马步或弓步不需要蹲太低 稍稍的微弯就可以 等到肌耐力强化之后再慢慢的加强强度 好 那这边我们有做了一个表格 提醒观众朋友我们等一下在练功之前 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排便一身心好练功 对 因为很多人在运动前 可能起来他就觉得要去练太拳 他可能也没有去上厕所 然后可能肚子就比较有负担 那我们排便完之后再去运动 你第一个体内不会有负担 而且可以把坏菌先排出去 那这样子我们来练的时候 身体会比较轻松而且比较好练习 好 第二点就是饭前饭后不要练功 运动也是一样 对 至于饭前饭后不练功 大概大家都晓得 只是说给大家一个参考 有的学生问我说 什么情况 多久 几小时 当然原则上我们是一个小时前后 但是要看每个人情况 你可能去吃了 buffet 吃了大餐 你中午吃了到晚上还是很饱 所以你可能这要隔两三个小时 都还不够 那你可能中午只是轻便地吃一下 这个三明治 你当然也可以去练 主要我们就说自己的状况 如果肚子很撑不舒服 那你去运动会造成胃下垂 那如果你不吃太饿去做 可能血糖低会头晕 会造成运动伤害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 自己稍微斟酌一下 你不要太勉强自己 是 好 第三点就是宽松的服装 对我们的动作也比较好伸展 对 因为所有的运动都是要注重服装的舒适度 你太绷太紧当然很难去做伸展 而且如果束腰太紧有时候会影响到你的呼吸 对 那当然选择正确的运动鞋 还有一些宽松的衣服让你容易下蹲上下动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练了熟练动作之后再来配合呼吸 刚才我们的腹式呼吸我们大概了解了 但是我们先要熟练这些动作 是 因为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最大 搭配不上来 对 老师我现在是心虚还是呼吸 我动了之后就没办法呼吸 所以我是建议不要急 因为你先不用管呼吸 自然就好 动作记手再去想 这个是吸还是呼 有时候你的呼吸跟老师配合是不太一样 譬如说我这样子一吸 再慢慢呼 可能有些学生就会跟我说 老师 我吸到这边就饱了 那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你就吐掉 再慢慢吸 你不要吸气变成憋气 那如果憋气就很容易造成缺氧 对 是 好 再来就是不要勉强 动作难以每个人能够 做的这一种动作的难度不一样 对 比如说你不要看老师身体就往前弯 或是一些动作比较难 我直接跟老师做到一样 你可能还没有运动前就先运动伤害了 这反而不好 是 对 就是量力而为 你弯不到碰不到地上没关系 碰到膝盖也可以 慢慢来 慢慢来 好 还有意念观想适中 意念观想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动作的时候 意念要配合它 对 因为太极或中国的养生工法 非常重要一点就是结合意念的观想 比如说我可能会想气层丹田都在脚底 那或是气手丹田一直想 那有人会想过头变成很集中很集中 那变成会集中气卡在头部就变成头晕 或者他为了集中就变成身体不自觉僵硬起来 这不好 就制度之后 我现在想着劳工学 或者我想好的能量吸进来 坏的能量吐出去 这样就好 不要好的能量 太紧张 因为很多人打开闪 我也看过学生就这样打 其实太紧张 太紧张 太紧张 太紧张来学习 你就会觉得放松 放松 OK 好 意念观想适中即可 对 特殊的感觉平常心 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呢 有人会练一练 突然有气在跑 或是一股热流 或是像电一样窜下去 或是突然我的肾脏部分 丹田热热的 就每次希望一直追求这种感觉 但是结果就会本末导致了 你是为了练功身体健康 而不是为了追求特殊感觉来运动的 对 是 好 那避免风寒保持温暖 对 我们练功有一句话 就是避风如避剑 最怕脑后风 等于说我们运动完后 毛孔畅开 那你要赶快把汗擦干 免得这个汗水在皮肤上面 它变成水 它又要吸热 那你身体热丧失的很快 就容易感冒 抵抗力下降 对 好 练功前热身 练功之后要静坐 对 如果你可以搭配练功前热身 刚刚讲过 不要以为太极拳慢慢的就可以省掉热身 如果能再搭热身 练功后稍稍静坐或是收工 这样效果会更好 因为你练完功后 譬如说按摩打坐 它可以把我们气再回到体内 或者刚刚一些练习过程中 比较绷紧的肌肉 或是没有放松的部分 再轻轻按摩再把它调洗回来 它可以避免你说练完之后呢 身体那么的酸痛跟不适 好 那么练功的场所 光线啊 空气啊 都要考量进去 对 当然 现在的人有的是在室内练 当然我们就挑一个 最好还是通风的地方 比较在密闭式的空间练习 那光线好 空气加了 我们来讲 这能量也比较好 像我这次去瑞士 我一下去在身体练 我就觉得 分多筋 分多筋 非常饱满 对对对 就好像充满能量 灌在你身体 非常的舒服 是 对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就要来练功了 马上回来 我们在开始正式练我们的太极之前 请教一下老师 练太极 究竟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有什么呢 会增加我们身体的循环 不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而且它可以强化平衡跟肌耐力 然后可以做腹式呼吸 增加氧含量 还有按摩我们的脏腑 而且练太极拳 它对我们整个身体机能的调整是非常的好 包括现在所谓的三高问题 它其实也可以改善的 血脂 血压 血糖 血糖 也可以有逐步的改善 对 而且这个是有一些医生 他们也做过临床的实验 就说确实 所有的运动 包含太极拳 你只要这样的练习 它都可以降这三高 甚至也有做过一些实验 就是说轻微的糖尿病 或是血糖比较高的 他们透过这样的练习 它可以调降 甚至说可以减少用药量 对 好 我也有听过说 是不是对于女生来讲 防止骨质疏松 对 也会有一些帮助 对 其实因为太极拳来说 它因为刚刚讲的 它是比较低的马步这样的训练 保持一定的训练 它这种类似我们讲的重力训练 防止骨质疏松的 最大的方式就是运动 那运动中以负重式的运动 对于骨质的强化是最有帮助的 对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开始 跟观众朋友一起来 跟着老师 我们一起来做太极 那么等一下我们做 第一个动作叫站桩 对 站桩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 这种马步工步 其实所有的养生工或是武术 他们在练习之前都会先练习站桩 但是现在大部分先省略掉 因为都很怕这个肌耐力的训练 站桩是要站多久啊 其实我觉得量力就好 譬如说五分钟 十分钟这样就好 对 那古时候可能小时候一注香 有没有就是那些小小的朋友 站很久啊 可能站一个晚上或是好多个小时 对就一注香或什么样 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 对 那我们站桩它其实目的是 为了让我们练太极拳 练得更好更标准 减少运动伤害 因为站桩它第一个可以调整 我们身体的结构 正确 因为有时候你膝盖 譬如说我们等一下站桩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示范 这个像马步很多人在蹲 可能膝盖前弯 它这样会造成膝盖负担 它就会受伤 那或者是说它的重心 它没办法下沉落胯 它就不稳 它就变成是后牙 那我们透过站桩的训练 让身体的结构 还有肌耐力都训练得非常好 那这个身体结构出来 譬如说很稳之后 它在每一次动作 它就不会第一次攻步 第二次往内偏 一三次往后牙 那打起来就会怪怪的 所以站桩它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 身体的结构练习出来了 肌耐力练习出来了 呼吸也调稳了 那它这样练起来的效果会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才会说 如果可以的话 就先练习站桩 OK 那老师 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就请老师来教我们 从站桩开始 好 我们第一个马步 好 这个站桩 大家最常看到叫马步 那太极拳的桩步呢 我们一般来讲 它有所谓大马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 一开始只要一个半肩膀宽 一个半 对 然后围蹲 围蹲 对 这样子就可以 然后按照自己的体能 然后抱着 然后膝盖不超出脚尖 身体保持正直 然后透过刚刚讲的 腹式呼吸的训练 慢慢的吸气 慢慢的呼气 这个就是 我们常讲的太极装 那你可以配合脚趾头的活动 譬如说 吸气的时候呢 脚趾抠地 抠地 就脚趾这样抓地 抓地就对了 对 呼气的时候 脚趾上翘放松 增加我们脚的稳定性 吸 慢慢的呼 好 那如果当然是年轻人呢 他可以蹲低就蹲低 这是我们小庄 对 但是身体记得马步 不要前傾 不要前傾 就是我们亮丽就好 好 这起身 再来 公部呢 所谓公部就是前弓后腱 那这个公部弯的时候呢 膝盖不要超出脚尖 但是也不要往内偏 身体保持正直 那后脚呢 那后脚呢 不用撑到直 围弯 后脚围弯 可以围弯 然后让身体保持一个直的 对 我们常常讲的立身中正 对 那两个手呢 可以放在丹田 然后一样配合呼吸 吸气的时候呢 一样脚趾可以抠地 呼气的时候脚趾头放松 在站的时候呢 去感觉自己的头紧肩 有没有放松 好 起身 我们再换边做一次 那我们可以做太极拳的一个动作 譬如说捧 像是抱一颗球 右手掌按在地上 那你在站的时候可以想象 头顶跟天上连一条线 脚底好像树跟地上的能量连接在一起 左手掌心跟胸口 好像连一条线 这样子呢 好像跟天 地 人 三彩这样相接 感受天的能量或地的能量 那如果三个太麻烦 你就挑一个就好 譬如说一捏就放在丹田或是家庭用拳 慢慢的吸 慢慢的呼 一样吸气 脚趾扣 呼气 放松 老师一个动作要做几个 几次或是做多久 我们一般在练习是建议 一个动作可以做三五分钟 但是一开始可能大家没办法 就是量力就好 自己给自己设一个目标 今天30秒 明天40秒 这样慢慢增加 好 起身 这个叫做公布 那再来就大家常看 金基独立 我们这个脚可以外开 大概30到45度 左脚 我们先站左脚 那这个脚尖呢 放起来慢慢抬起来 我会不会抬不起来呢 一样再慢慢放下来 再换脚抬起来 老师会有左右脚 左脚比较不容易晃 右脚比较容易晃的感觉 因为我们右脚一般可能就自己 常用稳定性够 所以这个动作就刚刚讲的 人很容易在平衡是很快衰退的 那或者说我们可能腰椎受过伤 或是膝盖受过伤 会站不稳 那没有关系就慢慢的训练 这就是独立式 老人家或是年纪大 就容易不稳 那我们有时候 可能就是肌肌那里少用 所以会容易自己觉得站不稳 那因为再来呢 我们的肌肉左右本来就不太平衡 所以你会觉得可能一边站得比较稳 一边站得比较不稳 那我们在做金基独立呢 我们在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想好像放在泳泉里面 身体跟着浮起来 这样身体就容易放松 然后再慢慢的放下来 下沉 再慢慢的抬起来 好像在水里一样浮起来 再慢慢的下沉 这是独立式 所以是不是太极都有一种那个好像蹲一下的感觉 它有一种我们叫做欲上而下 就是说你想要上起来的时候会稍微先沉一下再起来 那如果你可能等一下蹲的动作你可能会先起来 再下沉 它有一个转折点 是 好 接下来的动作是 再来就是须部 须部 就是一样围弯 然后脚一个 一个脚步宽 然后脚尖点地 身体保持正直坐下来 好 一样可以起来 收脚 换脚 那我们等一下再做到外面做这个勾脚的动作 勾脚 我们这个动作叫手挥琵琶 它练的也是呼吸跟耐力吗 对 那譬如说我们这脚勾起来 它可以刺激我们脚底的涌泉穴 那我们这一个环抱呢 你就好像把气抱进来 安稳地落下来 把重心充分地沉在后脚 这个就是一个须部的练习 对 那最后再做一个 大家常看到的就是 单边这个动作 下四 下四 它动作比较大 我们大概打开两个肩板 我来坐就好了 空间的关系 一般人如果你蹲不下去 你蹲一半高没有关系 那可以的话就慢慢地下 哇 但是这重点不要身体潜伏 保持正直 保持正直 对 起来 然后一样换边下 哇 那这个下四 如果蹲不下去的话呢 如果观众朋友跟我有一样的困扰 我可能只能蹲到一半 蹲一半就好 为什么 我们来讲 你就蹲好像有点比 大概膝盖高一点 或这样子平没有关系 就蹲这样就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可以去 上 然后到中间稍微下去 去带动拉到我们这个足三音 筋脉就可以了 是 对 所以我记得我有教一个 简单的太极动作 可以去练这个动作 一样有这个功效 它就是可以刺激我们的主三音 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 太极动好好练 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耐力 是 老师你这个手啊 太极的手 看起来很柔软 但事实上 它又很有劲 这个手到底要怎么个摆法 其实我们 放松就好了吗 放松 其实大家对放松要了解 它的意思 放松不是全部不用力 是该用力的地方用力 不该用力的不要用力 譬如说我刚刚讲 我们讲这个动作 我只要感觉 举得起来的力道就好 像这边做明显一点 就我绷紧了 这边不需要录 这边是不需要用力的 那我或者说 你这边用力过头了 你就会觉得 我们讲 就是呆字了 那如果你把它 该用力的地方用力 你就会觉得是一个柔顺的动作 或者是一个吸 这样就可以做了 所以放松是指该用力的地方用力 不该用力不要用力 然后你可以达到最精确的完全指到该用力的不用 该用力的用力之后呢 那就是真正的放松 对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我们老师还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要教导我们 马上回来 好 刚才李章正老师教我们的战装的几个基本动作 那接下来呢 老师要教导我们的是乐活太极的八式 好 老师 好 那一开始起式 所以我们先站好 然后感觉头紧肩都放松 两个手很自然放在丹田 然后双手再松开 好 慢慢地吸气 好 再慢慢地呼气 慢慢地围蹲 对 重心放在右脚 左脚脚跟抬起来 好 慢慢地开 一个肩膀宽 身体放轻松 吸气 好 手好像放在水里这样飘起来 呼气 慢慢地下岸 沉 把身体放松 看自己的肌耐力到哪一个动作 就做到哪里 膝盖不要一直往前前 或是身体往后仰 好 这是起式 是 尽量身体拉直 对 身体保持正直 感觉脊椎是一节一节地叠好 然后右手放松 好像抱一颗太极球 那以前大家对太极球的印象 就抱西瓜嘛 你也可以想抱西瓜 好 那其实呢 我一个建议 如果你体质虚寒的 你可以想是抱一颗太阳 那体质比较热的呢 你就可以抱一颗月亮 因为比较 好 收左脚 再来呢 往斜后大概30度落步 好 好像随着这个能量 慢慢地上膨起来 身体摆正 然后再检查头颈肩放松 好 接着呢 这叫揽雀尾 四个动作叫膨 然后手稍稍上扬 往下拉 叫铝 拉的时候身体不要前傾 保持正直 随着好像水流下来一般 放松 看到了远山 把能量灌到我们的手掌 好 合在一起 灌到体内 往前挤出 这个叫做挤 放松 吸气 好的能量灌到体内 呼 把坏心情 坏的能量推出 这个叫做按 然后手再放松 好像平贴在水面一般 抱球 收回 好 气定 神弦 怀抱 太极 换边再做一次 这个太极弦的好处呢 这一套就是可以左右对称练习 像在家里这样的空间就可以练习了 放松 像一般在家里或办公室 对 只要左右各一步的距离就可以练习 慢慢地下 沉 放松 感觉空气的能量 慢慢地 移动 转正 把能量合在一起 拉开 想象好的能量慢慢灌到体内 每个细胞都活起来 呼气 好 推出去 边膀放松 老师这个呼吸要怎么配合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动作之后 我要呼 一般就是 往内吸 往外呼 往内吸 往外呼 往上吸 往下吐气 OK 再我们就画一个匀手 中心慢慢地移动 提勾 身体放松 好 再出左脚 画一个圆 按掌眼睛看着我们的左手 再慢慢地往后移动 呼 慢慢地下沉 好 慢慢地起身 攻步 老师我们这已经到了第三式了吗 这已经到了单边下式了 单边下式了 对 再来收一下 单边下式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注意力 对 经济独立可以训练我们的平衡 然后再来退半步 手挥琵琶 就可以安定我们的心绳 你看这里手我们正在做劳宫穴 这一条是心包筋 这一条那掌心对着一起安定心绳 再慢慢地化圆 匀手 它可以带动我们的肠胃蠕动 化圆 一样提勾 出脚 单边 这东西叫单边 可以一样 一样看我们的宗旨 它就是一样安定心神 勇往直前的一个感觉 再往下做 下式 它可以拉到我们脚的足三音 肝筋 脾筋 胆筋 强化肌耐力 再来是公步 好 稍稍外开 收脚 筋肌独立 平衡 肌耐力 好 后退半步 手 挥 琵琶 我已经感受到老师的气了 好 放松 收 这样非常简单 只有八招 八招 但是如果说像我这样子 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了 然后第一次要接触的话 动作没有办法这么快 手一人记起来有什么秘诀吗 就是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停着 比如说 停 下式就按着 抱球 抱好 手掌有没有相对 重心容好 收 抱球好 怀抱太极 我们就想说怀抱一个大极大力这样子 好 再来就公步 一动一动 不用极 也不用连续没有关系 把它记熟就好 好 头放松 肩膀放松 好 这个手成半圆形 掌心跟地上的气连接 就这样子一动一动的练 一动一动的练 对 刚开始没有一气呵成 没有关系 就这样一动一动练手 比如说筋肌独立 我就筋肌独立 一分段练习 这筋肌独立OK了 肩膀放松 手肘放松 膝盖有提起来 脚面有收起来 好 我们再退半步 可能手掌会太低或太高 没关系 调整一下 对准鼻线 一条线 呼吸有没有放松 吸气 呼 好 这个动作可以了 再做 所以我们从刚刚的站桩 是单招 再把它组起来 就变成一个套路 所以这样子一个套路 其实就从站桩的这么多的 基本细节而来 对 其实我们一个套路 把它切细一点 它就是从每一个招式 就好像它的单元件一样 好 那再来就可能两个元件 组在一起叫一式一式 这叫单边或这叫下式 那几个式再凑一凑起来 叫做一个套路 对 那我们刚刚这个完整 就是一个套路了 对 这样一个最简单一个八招 就左右对称练习 都有练习到了 那空间也够了 对 老师那我们这八招 我们练起来 像我们刚刚有一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讲到说 对于我们的内分泌 也会有帮助 对不对 那是因为它牵扯到经络的问题吗 对 因为我们来讲 内分泌其实透过我们的一个 呼吸缓慢的运动 那你呼吸缓慢运动动作慢 它在内分泌的调节就会受到很回归到身体正常的一个分泌 因为我们有时候一紧张 你可能内分泌所谓失调 大家常常讲 对 内分泌失调就是因为压力大 节奏快 那就像我们现在来讲 现在社会就是一个污染多 毒素多 所以我们透过运动流汗排毒 汗我们知道皮肤是最大的排毒系统 流出来的汗 重金属是最多比脚边还多 那我们透过太极拳的缓慢呼吸 面对现在生活节奏压力大 造成免疫力下降 内分泌失调的问题 就做一个改善 然后再透过左右对称肌肉的训练 把这个姿势不良的脊椎 慢慢做一个回正的调整 是 老师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摄影棚里面 那如果是在一般 你在教学的时候 或是你的学生 再打了15分钟 通常应该就是会汗流浃背吗 其实打两次太极拳 大概这样子八招 对 打两次就会流汗了 因为我会一招一招去慢慢的 是 让他们品尝 什么叫品尝 因为我们太极拳是 一种所谓身体跟心灵的对话 或者我们自己跟身体的对话 你站好了 我去从头 颈 肩 肌肉有没有放松 肌肉有没有放松 膝盖有没有放对位置 好 全部去检查一次 那可能一个动作就停将近一分钟 如果用这种练习 一套打下来就可以差不多10到15分钟 那如果慢慢的打顺的呢 连续是5分钟 对 其实这样一下就很有帮助 而且现在医学有研究嘛 一天你只要动15分钟 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增加三年的寿命 要活就要动 对 我们越动身体的免疫 还有筋骨活络 就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然后更加的养生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的李老师还有更多的这个动作 要跟我们分享哦 马上回来 刚才李章哲老师呢 教了我们乐活太极巴士 做这太极拳 其实不需要太大的场地 对 然后随时随时可以做 它只需要左右各一大步的一个空间 对 然后也没有时间的限制 白天晚上中午都可以做 都可以练习 但是就阴阳条来讲 有没有在哪个时段做是最好的 最好练习时间是早上 为什么 因为运动完后我们人的脑波会比较兴奋 而且会很有精神 对 所以也有很多人 他在晚上练习之后 他就会回去睡不着觉 也有 对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就跟他说 你可以稍微往前一个小时挪看看再练习 对 因为毕竟我是认为 有动比没有动好 对 你不要说因为会睡不着 然后就不运动 你可以说九点以前就把运动做完 然后大概在十点十一点去休息 这样就可以 对 把运动时间往前稍微挪一下 是 好 所以它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制 我之前跟那个李老师 说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自己的怠惰 对 还有没有办法恒星 对不对 对 一般我们来练太拳 或是练气功 养生功 大家都知道它的好处 可是就是拉不起进去 没办法持续 对 这个时候你要跟运动谈一下恋爱 你才会爱上它 才慢慢的变成习惯每天去做 之前也有读者跟我说 他强迫自己练 他就是每天看DVD 然后练 他说起签第一个月 非常非常的痛苦 每天第一个腰痠背痛 第二个月 他就自己也很忙 在科技公司上班 可是等他到第三个月 他觉得每天神清气少 一天不练不行 就爱上了 就入迷了 对 那你已经感受到他的好处 他也回馈了他的爱给你了 你也就感觉就可以 这样每天的练习 已经很习惯了 那如果说像现代人工作忙碌 上班族 没有办法去跟这个 老师啊 这样子的这种前辈来学习的话 我们看DVD 如果我们的动作没有非常的标准 会影响到整个练功的过程吗 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 我在推广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出DVD 因为你可以去调动作 然后你就静止看就好 而且我这次书也有出个背面 很多人就觉得看影片学是因为正面 你左右手会搞混 那透过这一些东西 我来跟大家讲说 你只要一动一动慢慢学 其实都OK的 而且不用担心走火入魔 我常跟学生讲 走火入魔是要功利的 你们不用太担心 对 就是说你保持平常心 上捧 透过呼吸吸气 呼气调和 把心情放松 我们身体有一个治愈的能力 你去唤醒它给它时间 它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了 是 好 那接下来老师要告诉我们 基础观想法 对 那提到了这个观想法 其实这是我们养生功的一个很大特色 它跟跑步不一样 或是一些打篮球不一样 它会透过观想 是让我们刚刚讲的 与身体去对话 让我们把练习的东西内涵更深入 提升练习效果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好了 我们常常讲学生讲吸气的时候 好的能量吸进来 那它可能会比你单纯只想 这样拉进来推出去 如果你透过这样想吸气 好的能量在身体 呼气坏的能量突出去 它就很容易进化我们的身体 比如说有人他胃病不舒服 他可以慢慢想 浊气突出去 胃病松出去 但是你也不用想说 好像去把东西推到大自然丢垃圾 其实我们可以想说大自然 就跟我们跟树一样 我们孵出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对我们是不好的 可是对树是需要的 它会进化之后变成氧气再给我们 那我们一样透过能量去感受 吸气的时候好的能量到我们的体内 呼气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病气分解出去 然后消散掉 我们身体也慢慢变健康 这个就可以提升我们练习一个 太极犬的功效方法 那当然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经济独立起身 你不需要去想说我是脚抬起来 你可以想象说我是放在泳泉中 随着泳泉上来 随着水的浮力飘起来 你身体就会放松 那我们可以再把这个观想 用在这一套练习 你就会打起来比较不容易去绷紧 而且容易放松身体 也可以用在生活上 我今天可能很紧张压力很大 我们就深呼吸 我现在放在水里 好像游泳一般 身体每个肌肉放松了 舒缓了 那所以有些人在考前紧张 或是要开会前很紧张 可以来做一个很好的调整 是 所以观想意念 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蛮大的 对不对 对 我们常看有一些书秘密 他告诉你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对 那太极拳也是一样 你怎么想 你就怎么告诉你身体 怎么去做 它会回馈给你 对 好 所以观想我们把自己 纯定下来 然后想象 我们是在泳泉之上 想象我们浮在水面之上 对 就老师来讲 你都是想象成什么样子 我的练习 大部分就是想 把能量聚进来 再把浊气出去 大部分我 大部分是用这种能量观 就是进化这种 能量呼吸的观想法 对 进化身心的观想法 那当然有一些学员 我会跟他们讲 譬如说比较有点贵气 或是什么的 就是说 他可能去一些不好的场所 他就会觉得 比较容易生病或不舒服 我会告诉他们 可以做这一种 还有另外一种的 观想法 弹簧式的观想法 就你身体好像有很多层保护你 你只要经过这些地方 你就想自己像 有很多层弹簧一样 或一层造纸第一圈第二圈 这些能量保护你 把它排除出去 不会让它来影响到你 所以有些朋友 我一些朋友他们是检察官或是什么 他们有习惯就是说 有时候去祥宴回家 或是怎么样 去开完亭 觉得不算 他们不敢回家 为什么 要不容易回家之后 夫妻吵架或小孩子生病 那我就跟他说 你就在旁边打太极拳 就是想身体像火一般在烧 把不好的东西都烧干净 身体变得再很干净 然后再充满喜悦的回家 好 所以在观想的整个过程当中 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情要很沉淀 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透过动作 呼吸跟想象 让我们整个身心沉淀 把身体最大的潜能开发出来 而且李章志老师的这个 养生乐活太极巴士 其实每一个招式 如果我们熟练的话 它其实是 我们随时随地都很容易去做 很容易去学 对 譬如说我们刚刚 现在就可以看 我现在就是吸气 呼气 好 彭 吕 挤 我可以再换边做一次 彭 吕 挤 哇 你看手那行云流水 这样子 对 你看我们做的 其实也可以打太极权 完全不费力 好 再换边 下四 是 金基独立 手 挥 琵琶 好 再换边 单边 按掌 下四 金基 金基独立 收 好 十字手 我们最后的一个动作一定是收拾 对不对 对 要把它收回来 等于说我们透过运动把身体的气 循环出来之后 这又跟外界能量交汇之后 自己再把气回到能量聚在身体 是 那如果观众朋友你对于这个太极有兴趣的话 李章志老师这个太极乐慢活 学太极权的第一本书 最本 里面也有这个DVD 对 观众朋友可以回家来参考参考 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来到现场 交了我们这个乐活的太极 观众朋友在家里 也可以练习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